我覺得在這個這麼變幻莫測的時代 還去做一些你覺得很安全的東西 其實等同於倒退 音樂對我來說很寶貴 音樂對我來說是我去表達自己的 identity 去給我表達我這一刻在這個社會上吸收到什麼養分 我去講我的想法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 現在的時代轉變的時候 觀眾都開始感覺上未必想看同樣的東西 或者他們渴求一些新鮮事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新的模式去做 例如網上去做一些campaign 或者真的落地去做多一些表演 我覺得這些東西未必是在利益上 唱片公司會注重的東西 但是在India Artist 其實去經營自己專屬的粉絲 或者我真的願意聽我的歌的人 那種關係其實是更加寶貴 對我來說 其實我覺得做了那個experiment出來 就是exactly說的是新世界 我不需要再去解釋 或者出來說很多東西 我做了出來就已經是一件 我覺得很有趣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如果想心一層的話 其實是在研究現在我們生活中的時代的文化 對我來說 我覺得一首歌 其實最重要不只是一首歌 而是當中的訊息 其實我當時有想過不同的方案 最便宜的是買Like 原來買Followers會更貴 八百元左右 八百元千多元 因為我買兩次Fuse 那就八百加八百 那就千多元 但原來買Followers就會更貴 所以這些東西就由於資源的所限 最後就做一個experiment 音樂說的一些Message 或者我說我生活上的故事 其實去到最後就是聯繫回 我在這個城市怎樣生活的一些現象 或者一些價值觀 經常看到很多樓盤廣告是做得很漂亮 很正的 我們就嘗試在那個方向做 因為Living Home 港搬出來住 但其實我們說的空間 除了精神上的空間 的一些壓迫之外 其實我們 譬如年輕人搬出來住 租金很貴 我們沒有這個土地 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連繫回一些 比較在地的東西去做 賣碟 其實我想是一個供應的事實 就是不會回到本 不會賺到錢 我覺得是要找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會出商品 可能做一些專屬自己的T-shirt 或者可能我會出Postcard 出黑膠眾籌的方式 現在越來越多眾籌 我覺得是這樣 反而可以長遠地去營運到的一些小方法 這個黑膠的東西 我告訴你我是Google回來的 我自己Google 啊 怎樣可以CROWD FUNDING FINAL 我看到有一隊BAND 是Indie Band 在美國 他們印了一千隻 然後所有東西就很順利 我看review 這個網站是不是騙人的 我自己搜尋了 其實做的事就是 我自己remaster了那些歌 放上那個網站 其實那個網站 就是一個日本人創辦的網站 然後在捷克上 所以就試吧 我出第一版的時候 我收到 我是哭到爆的 因為呢 我是覺得 如果不是有一幫人去合力 給那幾十元 其實這件事不會成真的 所以我覺得那件事 的重量是比 有一個人給幾十萬元 我印完之後放在那邊買 我何得何能 有那麼多人去支持你 去做你想做的事 還要給你錢 去做一個這麼漂亮的產品 其實是 大家都在找一些方法 去令到 粉絲和歌手 可以繼續保持這個關係 或者現實的說 去維生 可以賺到錢 很多不同的消耗方法 當一件事變成工業的時候 很容易就抹去那件事 一聲就沒有了 因為所有東西就是看數字 看數據 看誰買得最好 那其實 當然這個是整個社會 運作最快的一個模式 但是音樂上來說 當我們現在音樂工業 開始萎縮的時候 還向那個方向去做的時候 我就覺得 抹殺了很多 可以創新的可能性 那所以 對 我就最喜歡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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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回我同輩 還對這件事有火的人 一起去做一些 我們覺得是正的事 未必是對的 但一定是正的 謝謝 謝謝 謝謝